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在同大家更新一個突發的新聞, 香港的長沙灣發生了一宗斬人傷人案件。 在5月2號晚上11點多,警方接到人報案, 在長沙灣副食品市場發生了一宗多人打鬥案件, 而救援人員馬上趕到現場發現有兩名傷者, 其中一個大約20歲男人, 腹部眾多,救護人員馬上對他進行急救災送去瑪嘉烈醫院。 另外還有一個40多歲男人手捕受傷由救護車送去明愛醫院做治理。 現場消息說, 這個40多歲男人涉嫌傷人被捕, 而個腹部受傷的男人疑似是預期居留人士。 初步調查相信, 這件事不是混戰, 而是上面兩個人因為有問題發生爭執。 而這段時間, 20多歲男人被人用水果刀斬傷肚子, 有人企圖去逃走, 在場其他人士見到立即將他圍堵, 疑犯被人制服後頭和手受傷, 警方調查著整宗案件的來龍去脈。 而現場所見就是菜檔地下有啤酒館, 把水果刀插在啤酒館上。 今次五日都相當不平靜, 無論香港也好, 澳門也好, 甚至大陸也好, 都出現了好多這類上下的案件, 不是打架就是在這搞事, 今次還有一單這樣的斬人案。 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邊留個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